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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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的繪畫跟 我覺得我的繪畫應該是比較輕 就是我比較希望它是比較輕盈的那種感覺 我不希望給人家那種太沉重 對 我覺得森米你很沉重 不要那麼悲觀 也不是說不要那麼悲觀 可能是我的悲觀是有點被包覆起來的啦 就是可能用一個看起來 還蠻幸福蠻快樂的方式告訴你 在我的繪畫當中 我覺得漫畫影響我還蠻大的吧 跟電動 對 漫畫跟一些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也算是那種 從小看漫畫看到大的那種小孩子 對啊 所以我 可能我的 就是我的作品當中還出現蠻多一些 漫畫 應該算對漫畫 是的語彙 然後 其實我覺得那個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 我覺得對我 那是一個理想式的化身就對了 對 因為你知道它永遠不可能變成真實的嘛 那你就覺得 可能就是變成一個 覺得那就 因為它永遠不可能變成真實 所以你覺得其實這樣很好 因為當它變成真實的時候 你反正覺得 它就不是它了 對 我給他一個題目叫做 膚淺的憂傷 嗯 然後其實我覺得 就是怎麼樣 就是我覺得在當下吧 生活在這個當下 就會讓我覺得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覺得很多事情 它都變得很 很稀薄吧 那個就是生命的厚度 它變得非常的稀薄 對 那我覺得就連 像憂傷的方式也是 變得其實 我們以為我們自己很難過 可是其實那個是蠻膚淺的 或是說其實它根本就 沒有什麼大不了 我覺得我們感覺都很相似耶 就是因為我們上一代的 他們就是 比如說像我們學校前幾屆的 他們就會有那種雄心壯志 比如說 就是他們要一直發表 然後可能想要怎麼樣 有個不一樣的怎麼樣 感覺到 就是 可能要出名或怎麼樣的 你要介入議題 對對對 直到一心裡的感覺 對啊 可是到我們 就是我們這一 學校老師也會要求啊這樣 可是我們就覺得 那種東西就是不符合我們的本性吧 對啊 對啊 所以就覺得 那就還是繼續淋淋淋淋的好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那可能就是 不同世代的一個特徵吧 那你覺得我們這個世代本性跟特徵嗎 你有沒有去想過說 就是這個 這個想法 可能對於你的作品 在你覺得是相對影響嗎 嗯 嗯 其實會有耶 因為我覺得到 我覺得我們跟之前的創作者 可能不太一樣的是 我覺得我們會想要去丟掉一些 所謂要為社會 比如說要介入什麼議題啊 這樣子這一類的負擔 然後可能就是表現我們可能 我們看到的這樣子就夠了 其實這樣講有點不負責任啊 對啊 嗯 然後就會覺得很多東西不需要 去把它弄得那麼沉重吧 對 其實我們不是說沒有感覺 我們也知道這些事情都在發生 可是 就會覺得 好像可以換個態度去看 這些事情的發生 對 嗯 但是至於後來的發展是好是壞 其實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對 比較抱持RQ式的事情 對啦 會有點RQ欸 對啊 可是我覺得 也許也是那個包袱對我來講 其實是真的很沉重 其實我覺得那個包袱對我來講 我覺得會有點 有些東西會覺得有點遙遠啊 就雖然常常聽 嗯可能旁邊的老師啊 什麼什麼在講 然後 會覺得喔喔喔喔 可是會覺得 沒什麼感受耶 對啊 所以就覺得 嗯那還是選擇自己 比較有感受的好了 我覺得那樣比較 可能比較 可能比較 比較真實一點 對啊 反而我覺得那個好像很夢幻 對啊 可能我們覺得真實 對他們也很夢幻 對啊 我覺得 對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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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